23日美国总统拜登访问加拿大 并与加拿大总理杜鲁道进行会谈 在会后记者会上拜登被问到 怎么看习近平访问俄罗斯 对此拜登表示西方国家的联盟更强 此外曾遭中共当职灌压的加拿大 前外交官康明凯和商人史佩福 也都受邀出席拜登在加拿大国会的演讲 以及随后的正式晚宴 分析指出就像中共释放一个信号 也就是美加反对中共的任意拘捕 觉得注意的是 两人在联合声明中也谈到台海议题 声明写道 我们强调我们在台湾议题上的基本立场没有改变 重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是国际社会安全与繁荣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我们鼓励和平解决两岸问题 新唐人亚太电视林家宇 张祺林综合报道 它是兴奋的来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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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行